新年怎么拍出有趣好玩 不千篇一律的新春Vlog 下面这七个有趣的春节转场效果 你必须get 利用固定机位拍摄一组人物 拿着就装饰离开镜头 再拍摄一组人物 拿着新年装饰走进镜头 后期呢把两个素材叠加 后者淡入的效果 就可以获得一组 就年离开新年入场重叠效果 用窗花划过镜头 拍摄灯具关掉的状态 重复用窗花划过镜头 拍摄开着的灯具 就可以获得超有意思的 春节装饰开灯效果转场 窗花效果也可以探用 在任意场景之间进行无缝转场 包饺子的时候 拍一个饺子放到主点上面 镜头上拉 煮完的饺子放在桌面上 相同的位置镜头上拉 筷子夹起饺子 伸饺子到熟饺子的无缝转场 就完成了 户外去看舞视表演 或是任何场景 拿起手机按下拍摄键 家里吃年夜饭 拿起手机按下拍摄键 两者偏偏在一起 按下手机的一刹那 转场到户外或是家里 可以随意组合 拍朋友家人聊天的画面 让任意工具人 走过你的镜头去进行遮挡 下个画面 从工具人二号背后拉出 拍到遮掌里面板 拍摄一家全家服务 此处呢 我们在海外比较孤苦 就只能两个人演示给大家看 把另一台手机或相机最准屏幕 记录下定时拍摄的画面 把全家服打印出来 拉开画面顺利转场到下个桥单 在窗上画个服 最后一笔镜头向上甩 下个场景先甩镜头 再移出拍到举起窗花 甩镜头模糊场景 可适用于任何场景 绝对白搭 在这里做一个友情提示 不建议所有的转场画面 全部使用 会显得用力过目 任意选择一到两个 适合自己的转场 做你的春节Vlog就可以了 下面来看一下 我的春节Vlog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